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顺利返航 航天科技发文告慰58事件烈士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 隆重播发了一条重要的新闻 去年8月5日 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2号F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的 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 载轨飞行276天之后成功返航降落 这就意味着中国未来能够为和平利用太空 提供更加便利和廉价的天地往返运输服务 与此同时 该航天器的研制生产单位 中国航天科技 在其公众号里发表了一篇文章 内容很简单 说这时候还是什么都不能说 只能把以前的一封信展示在公众面前 这封信是2019年写的 写信的时间同样是5月8日 信中写道 一别20年 想说的话太多太多 但作为航天人 我们要把深切的缅怀 融入建设航天墙国 助劳国防基石的行动中 20年 我们在研究室 在生产车间 在荒漠戈壁深山大海实验场所做的一切 你们都见证着 20年 东风浩荡 北斗满天 神舟飞天 九天揽月 你们也一定见证着 20年 那漫天航迹 那璀璨星辰 那捷报频传 都是我们对你们最真挚的祭奠 这封信署名是航天战线战友 收信人是邵云环 许姓虎 朱颖三位烈士 很容易听出来 虽然信里写着什么都不能说 但这封信的锋芒 是一点都没有掩饰的 而且让人感到 这个时候让航天器完成实验 用这种方式告慰烈士 那么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本身就是锋芒的一部分 是又一次亮剑的感觉 前一段时间 美国五角大楼美国国会那些专门委员会和小组们 美国的一批智库 也在天天的盯着我们这个航天器的飞行轨迹 紧张的关注着我们的实验会不会圆满成功 加上我们以前还有过高超音速环球飞行的实验 美国现在就在担忧 未来航天领域的竞争里 美国以往积累的优势会加速减少 如果在可重复天地往返方面 中国追凭美国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可以用比以前快的多的速度 比美国更低的成本 完成大型载轨设施的建设 实现科研人员和设备物资的及时运送 能够完成卫星网络的快速发射快速补充 和平时期这不仅仅意味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意味着更多的国家会把自己的航天运营 科学研究甚至国家安全利益 挂靠在中国身上 这就是战略布局 如果面对战争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套运输能力 随时恢复受损的侦查体系 让战场对我们也同样透明 什么叫和平运用 这就是塑造和平的能力了 说的夸张些 就要看哪些国家能够率先迈入下一个新的文明阶段 貌似能跟我们竞争的对手已经不多 航天科技因此当然有资格说 二十年的后绩勃发 足以给烈士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封信是航天科技写的 但是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工业跟科技部门的心声 除了航天科技 还有航天科工 还有兵器工业船舶工业航空工业 都有资格写这样一封信 尤其是航空工业的产品 也是过硬的可靠的 工作也是严谨的有纪律的 大家放心 把中国航空工业说的比印度斯坦航空还不靠谱的 那只是一部电影 我们下期的经纪